文章来源中央社 上海科技大学今天宣布 已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卸任该校校长职务 改任校务委员会主任 一学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丰东来接任 江绵恒发表公开信说 不再续任校长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两接任期 综合星导网及中国媒体报道 上海科技大学官网五日公告 该校近日召开干部会议 经上海市及中国科学院批准和同意 由江绵恒出任该校校务委员会主任 丰东来出任该校校长 会中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平宣布这项人事令 上海市副市长谢东并发表讲话 上海科技大学官网同时发表江绵恒的 致上海科技大学师生员工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 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向大家通报 自己不再担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职务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两届校长的任期 并笑称自己几年前就加入了70后 70岁以上群体 江绵恒提到 他虽把重任交给了新一任校长封东来 但自己并没有完全解脱 被上级领导任命为 新一届上海科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江绵恒指出 自己没有拒绝这份工作的唯一原因是 我热爱上海科技大学 我期待着与尊敬的各位校务委员会委员共同努力 根据学校章程的要求 继续为上海科技大学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持之以恒 根据报道及公开资料 江绵恒现年73岁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 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 并先后在2004年和2008年担任神州5号及神州7号的副总指挥 2014年2月起 担任上海科技大学首任校长 至今已届10年 新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封东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先后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和天文系 复旦大学物理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及从事科研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